看定位啊 定位位中可是有火的根器了 对不对 还有它偏硬的根器呢 这个东西等于是它的硬库 也可以做笔节库 这个四五位的时候 它就可以做笔节库 位图啊 地支它是容易亥某位的 然后还有五位相合 不管是亥某位还是五位 都是往这个丁火的硬路方向转化 亥某位了之后也是忘了硬兽啊 是吧 所以看似做一个卸拽的位图 实际上这个位图首先对丁火有残暗的支撑 其次它在地支行性的过程当中 还容易把丁火的正观转化为什么 转化为硬兽 这个丁位一柱啊 跟亥水的关系非常好 跟子水的关系就不好 因为子位相穿 子水在天干是通过鬼水克丁 在地支就是子位相穿在干丁火啊 而且子位相穿两者都要受损 这种食神至杀是杀敌以前自损八百的 位中的这个根器丁火必然受损 位中的根器受损 丁火得到的支撑就不多了啊 好我们看亥位 亥位如果和而不化 那么就是用食神得到正观的像 而且暗中有应寿相助的这么一个像 他就算不化 总有见到某的时候 总有见到契机能化的时候 对不对 总有得到他的时候 当然了 如果你局里非常造 因为这个位图本就是造图 如果你局里非常造 这个时候亥位 尽量不要让他和化 和化汉水就被带走了 知道了吧 那么如果和化了呢 如果和化了就分两边看 汉水究竟是喜用还是为祭的 如果为喜 那么这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观音相声 如果为祭呢 如果为祭 那就是本来能够帮我制约观煞的伤食 都变成了坑我点抗木的人 我的小辈 我的下属 联合那些想要管理我的人一起来坑我 就这么个像啊 所以要分喜记两方面去解读 那紫卫相创 刚才我们讲了食神至杀 两者都相伤 那某味相合呢 某味相合 基本上是可以画木的 因为天干透的是火 它不是木的敌人 对吧 它又不是心味 某味相合基本是可以画木的 那如果画了木之后 其实就是食神转化为偏音 我的发散 我的创意都转化为了我 灵动的这个灵感 因为是偏音嘛 主偏门 而且说明我对偏门的学问更感兴趣 如果说不画 如果某味他不画 这种情况非常首先 如果不画 那就是食神至 那就是应寿至食神 这未见得是一种束缚了 未见得是一种束缚 这种如果不画的话 几乎可以等同于修身多时 而且如果局中只有一个味图 味图还是你的子女星的话 害某味之后 直接带走了子女星了 那就 再看五火 五味相合 往火图转化 其实是忘了五火 把五火的气给合忘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食神和鹿 它是喜见的 你只要见了鹿 把它整忘了 就是喜见的 这种时候呢 食神本来就代表福气 鹿神也代表福气 哎呀 这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坦了 出出了飞 是一直营亚的